因為其實挖掉的那一部分其實蠻多的 對 那我們到底要不要留 到底要不要吃 紫確實裡面它有一些假的 就是礦物質假 但是你不要勉強自己吃這麼硬的紫 你可以吃什麼 香蕉裡面有紫啊 它也是啊 就那個小黑點有沒有 中心的部位 然後草莓那個點點的啊 還有番茄裡面一顆一顆的那種其實都是紫 但是它是很好消化的紫 所以不要堅持不要吃芭樂 不要堅持吃芭樂裡面的紫 對 對 好 既然是這樣呢 那還有一種方向啊 它就有點生熟 要生不熟 但是要熟又覺得有點生的好吃 你好煩喔 你怎麼一直要熟 你知道嗎 什麼東西是代表的 香蕉 對 它愛吃很爛的 很熟的對不對 像這樣子 哇 這個很熟 而且它香氣很強 但是有的人愛吃這種 但有一點點的對不對 一點點的那種綠綠的 覺得那種口感不錯 但這個能吃嗎 這個就稍微輕一點 不曉得 但買大概都會買這一種 對 你可以放 是不然它就熟了 但問題是 吃半生不熟的香蕉 比吃熟的香蕉更容易減肥嗎 哦 絲綢 只有你認真是 真的不是 我有做過研究 你做過研究 你是香蕉達人 24小時365天 30年都在減肥 對 所以你的心得是 我的心得是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我所知道的研究資料 應該是熟的 就是上面長滿那個荷斑的那個 黑點 對 那個黑點的香蕉 它是澱粉質含量最低的時候 那像文華姐手上拿那個青的 應該是最右邊那個青的 它其實是還沒有熟的香蕉 它應該是澱粉含量最高的時候 所以對我們要減肥的人來說 你不能吃大量的澱粉 所以如果你吃了那個青的香蕉 會讓你的澱粉攝取量增加很多 所以反而是熟的香蕉 它雖然有那個甜的香氣 可是它澱粉含量是最低 它才能夠幫助減肥 你減肥的時候都不吃澱粉 都不吃澱粉 白飯 麵條 白飯不吃 麵條不吃 白類的東西都不吃 我們先針對減肥能不能吃澱粉這件事情 一樣是對還是不對 當然減肥一定要吃澱粉 好的 就回答到這裡了 就這樣 這個題目就先到這裡 大家就去研判了 但它的邏輯再延伸下去 這個答案是對還不對 我看妞姐相反完全相反 對 相反 相反 聽說說看來 因為其實以糖分來講 因為你手上拿那個點點的那個 太甜了 所以我反而會變胖 可是如果像我如果是要減肥的話 不是澱粉的角度 是甜的角度 對 如果要減肥的話 我就是要往比較輕一點的 比較輕的這種 對 如果我要減肥的話 我會吃這種 可是我其實我會看時間吃 如果我是想說 我今天肚子餓 我必須要補充能量 或是我運動前 我會吃比較甜的 因為它只是可以補充更多熱量 但如果我真的晚上肚子餓 我不想吃正餐來減肥的時候 我會吃比較深的 因為它糖分比較低 對 或是說如果我說 香蕉買回去的時候 這個熟得比較快 都很甜 我盡量都在白天把它吃完 我不要說等到傍晚以後吃 我就比較沒有熟跟不熟跟熱量高的問題 所以靜雯他家就是會有熟的香蕉貼棗 然後清的香蕉貼碗 貼碗 背身不熟的貼盅 對 還有那個半夜三點起來吃的香蕉 你好餵喔 他如果說真的很熟的時候 糖分太高嘛 那我還是要吃它的時候 我盡量譬如說在早午餐中間吃 那因為我知道香蕉 它喝的喝斑越多的時候 它的酵素越高 對身體的那個循環作用 跟代謝 代謝是比較好的 唉唷 其實剛剛絲龍講的都是對的 絲龍都是對的 絲龍都是對的 剛剛講澱粉你說錯耶 但是 我是說他講香蕉原理是對 但是他講相反 真的嗎 它是最多的糖分 這個最多嗎 對 糖類跟澱粉 它是最少吧 你三十年都誤會它了 吃錯了 結果 拚命吃它 對 難怪受不下來 然後就想說 我都不碰澱粉的喔 我都選了最多的 我還是有攝取到澱粉 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說他原理講對了 他講的都道理都是對 但是他弄錯了 然後香蕉怎麼吃 就是它有分三種嘛 最深的那一種 我建議就是還是不要吃 因為它這一種裡面 其實還是有一些 單磷酸的部分 它這還是會造成胃的不舒服 所以這一種還是要放一下 放到中間這種 比如說半生不熟的香蕉 半生不熟的香蕉呢 福音來了 它就是減重最好的水果 這一種啊 這是減重最好的耶 為什麼 怎麼會一人爆一個 哈哈哈哈 在頭加大火 因為他發現研究發現 它裡面有一個叫抗性澱粉 抗性澱粉的話 它的熱量就是打折扣的 比如說一條香蕉120大卡 但是你吃到這種半生不熟 你大概打折扣 大概只有吸收到100大卡 所以它其實 而且你看 感覺好像少20大卡了對不對 可是你每天每天如果吃香蕉 其實它是累積的 那如果以營養成分來講 營養的比例 如果是以營養價值 比如說裡面的一些果糖啊 或是有些果膠 或甚至於剛剛裡面 其實香蕉裡面最好的 就是維生素B6 它其實可以幫助快樂 那這個裡面其實是 最熟的那個最多 最快樂嗎 對 然後現在研究啊 在日本發現就是說 如果是香蕉外面 它熟到有一點 就是黑點點的那一種 那還可以吃的狀況 發現它裡面的抗癌成分是最高 那效素 那效素有什麼最高嗎 就是最熟的應該就是最高 效素 對 那我有聽說過 比如說像腳扭道啊 或者是說 它的那個骨頭啊 比較不好的話 也不能吃香蕉 是這樣嗎 這個其實喔 香蕉它有一個叫做膏 它的磷其實含量蠻高的 那磷這個東西跟我們的鈣 事實上是像一個敲敲板 磷高的時候 它會刺激我們的腹甲上線 鈣就會下去 那你知道我們骨頭最多的是什麼 是鈣 所以我們發現應該我認為第一個原因 有可能是跟它高齡造成的鈣 沒辦法在我們的骨頭裡面沉積 這個是有關係 第二個我們剛剛講說 我記得那個我們的那個網球選手 蠻牛納達爾在打球的時候抽筋就吃了香蕉 對 那香蕉我們流汗的時候 運動一樣裡面都是 甲離子啊 一些美離子 事實上香蕉的甲離子跟美離子很高 那你香蕉 如果我們學藝中的甲離子過高過低 事實上都不好的 過高的時候會造成我們肌肉美麗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神經功能也好 骨骼也好 肌肉也好 好像香蕉都有一些影響力 所以我們西醫的立場是 其實你骨骼肌肉都健常 其實你吃香蕉是OK的 如果說真的是骨骼有受傷 或什麼香蕉的攝取可能要減量 這樣子 不過營養師剛才你有講說 像香蕉來舉例的話 它是越熟的營養成分是保留的越多 對不對 所以人家自古以來有一句話 薑是老的好 情人是老的沒有 意思是說 所有的蔬果類都越老越好嗎 其實我還蠻正誠昌明哥講的 薑確實也是老的好 因為它裡面的那個流化素也是比較高的 所以如果是蔬菜水果的話 當然它越成熟 有沒有 我們不是有些那種熟成 就已經熟了可以入口的 還有當季的 它其實營養價值 不管是裡面的維生素B群 或是裡面維生素C 甚至裡面的礦物質 還有它的三大營養素 它其實都是含量 那時候含量都是最好的 那有什麼生的可以吃 或是不能吃的嗎 其實我們大部分 我也喜歡吃生的東西 因為又酸酸的又不好吃 那比較常吃的一個是青木瓜 那我們講說青木瓜它為什麼 其實青木瓜最近非常火熱 大家上網去搜尋一下 而且是女生非常喜歡吃青木瓜 她講說大概有三個 她發現青木瓜比熟木瓜 它的木瓜效素來得更高 那木瓜效素有什麼功能 有三個蠻重要的功效 第一個是它會增加我們糖類跟脂肪的代謝 這就是剛剛大家很有興趣的減重 因為它本身那個木瓜效素就會分解這些東西 第二個是它會刺激我們的一些 它含很多維生素A 然後礦物質還有一些叫蜂胸肌素這一類的 會刺激 所以他們很多青木瓜燉排骨就會讓蜂胸 誰一聽到蜂胸突然吸了一口氣 你們已經都很好了 你們還想幹什麼 還能夠再發育嗎 我們這個眼睛 我們是 你聽說那個是青春期的嗎 差太遠了 過了青春期之後 過了青春期之後 當然第三個 我們還有一個好處 叫做它可以抗癌 他們發現實際上木瓜 這些木瓜效素事實際上在抗癌方面 也非常有效 就是青的 我們假如說吃了大概是這一類的青木瓜 或我們講說青芒果青 這個大概比較沒有毒素 然後有一些好處 所以我要講的是 哪一些不能生死 我第一個投票的話 大概就是番茄 我們剛剛講 番茄 番茄